上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读圣若网福音 那时候若汉和他的两个门徒站在一起 若汉看见耶稣走过 便注视着他说 请看千主的羔羊 那两个门徒听见他说这话 便跟随了耶稣 耶稣转过身来 看见他们跟着 便问他们说 你们找什么 他们回答说 拉比 一世世老师 你住在哪里 他对他们说 你们来看看吧 于是他们就去看他所住的地方 那一天 他们就在他那里住下了 那时大约是下午四点钟 那听了若汉的话 亚儿跟随耶稣的两个人当中 一个是西满坡多路的哥哥安德勒 他先去找到他的弟弟西满 对他说 我们遇到墨西亚了 墨西亚意思就是基督 然后 就带他到耶稣跟前 耶稣主示着他说 你是若汉的儿子西满 你要改名叫 克法 意思就是 波多路 磐石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为了让今天的讲道活泼一点对吗 我们就有 就与对话是这样子进行 你们知道吗 时间是在过得太快了 圣诞节的布置还没拆下 我们独自里面的圣诞大餐 还没有好好的消化掉 转眼间 新年又到了 教会也是如此 我们已经匆匆忙忙过了圣诞期 现在我们已经正式步入 以年 长年期的第二组了 以年和去年的 假年有什么不同呢 知道吗 你们假年念了什么福音呢 忘记了 读经员们还摇头惨了 去年你们还记得念什么福音吗 知道吗 惨了 马斗还是马俄骨 马斗 马俄骨 所以说是马俄骨的请几手 只是一个人 马斗呢 OK 也是一个人 OK I just asked a question just now So today is year B of ordinary time compared to last year year A of ordinary time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Which gospel that we read So just now there are two answers The first one is Mark The second one is Matthew So who think that is Matthew Please raise your hand How about Mark Neither So it's Luke's gospel then That we read Oh John 哎呀 惨了 还说你们天 每个星期来教堂 哎呦 惨了 其实呢 去年我们念的福音 是马斗福音 也是四本福音里面的 第一本福音 拜托 记得吧 OK 下次我再问你们 那么今年呢 我们是念哪一本福音呢 马尔古 很好 今年是马尔古 So this year we are reading the gospel of Mark 除了马尔古福音以外呢 我们还要念哪一本福音呢 Rod Wang 很好 Besides Mark We also have to read John's gospel 为什么这两个呢 而不是一个呢 其实理由是很简单的 马尔古自己本身 是一个画很少的人 所以呢 如果你画少对吗 我们今年就不够 福音的题材使用了 所以我们就被逼 把Rod Wang呢 也掺杀在一起 所以他们两个人 就变成了最佳拍档 不幸的话 我们就拿今天的福音来看看吧 你们刚才说 以免是马尔古福音 对吗 可是刚才的福音 是从哪里来的 路加 还有谁 撒姆尔 撒姆尔不是福音哦 那个是第一读经 Rod Wang 福音 惨了 才刚刚那几分钟前 我们才刚念 你们都已经忘记了 哎呦 有一点 扎形 OK 答案是 Rod Wang福音 其实 你们仔细想想看 你们觉得 马尔古福音里面 有没有同样的故事呢 其实是有的 只是马尔古福音 只是马尔古福音里面的 这个故事 对吗 只是两三句就已经完了 一点 成分都没有 那时候对吗 那个故事是这样子写的 耶稣向他们说 来跟随我 我要使你们成为 愚人的愚夫 他们便立刻抛下网 跟随了他 就结束了 这个题材呢 远远比我们的 Rod Wang福音的题材 其实是有一点出路的 然后也少了一些 诗形画意的 那个画面 为什么刚才我会说 有出路呢 其实马尔古福音里面 圣洛士 他已经被监禁了 可是Rod Wang福音里面 圣洛士还正在做什么 他还在做洗礼的事情 他的门徒还正在 跟他在一起 所以到底是 谁是谁非呢 这对四本福音来说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每个圣使 在他们的故事里面 想要和我们 表达的是什么东西 马尔古福音呢 就很像刚才 你们看到对吗 短短的 它是一个充满 充足性的福音 也就是什么东西 都是过得很快的 向着这 身为基督跟随者的我们 不可歹难 应该要急忙地 把主的喜讯 给传出去 然而呢 Rod Wang福音呢 就隐藏着 深奥的意义 和玄妙的神学 因此身为Rod Wang福音的 独子的我们 应该要细心聆听 平常圣死故事内容的含义 也就是这一点 教会礼仪 今天就选择了 Rod Wang福音 而不是马尔古福音 福音的开端 就给了我们一个 很不寻常的 一个开场白 我们看到 Rod Wang 苏世之耶稣 并对他的两个门徒说 看 天主的羔羊 这句话呢 我们还得想回去 到底是什么意义 Rod Wang福音里面 第一章第二十九节 就已经提示了 这天主的羔羊 是一只戴罪羔羊 是我们除眠嗜罪者 也就是刚才你们在 光荣诵里面 已经唱过的 除眠嗜罪者 请福听我们的祈祷 等等等等 一类的一句话语 现在这一句话呢 虽然对我们来说 其实并没有什么 很大的问题了 可是我可以 很老实地跟你们说 在耶稣 还有圣洛汉的时代呢 这一句话 对他们来讲是 完全不存在的 他们也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会突然间问我说 为什么神 会这样子讲呢 这我们就应该要 看看到底 羔羊里面 羔羊的意义是什么 还有若望福音里面 看待羔羊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你们把这两个 旧月还有新月羔羊的 那个景象来做对比的话 你们其实会发现到 有很大的出路 不幸的话 让我来给你们一个提示 一月界的羔羊 一月界的羔羊 是什么羔羊来的 是犹太人 BBQ吃的羔羊 对吗 当他们吃这个羔羊 那时候 他们要做什么事情 他们要回想 出埃及记的那个故事 就是天主救赎他们的故事 所以这跟戴罪羔羊 有什么分别呢 很大分别 一个是拿来吃的 为了纪念天主的救赎 另外一个 其实是为了我们赎罪的羔羊 所以其实你们这样子 仔细想想看的话 这两个羔羊 很像是不一样的东西 可是旧月呢 又有另外一个景象 也就是赎罪界用的山羊 这时候呢 供山羊就派上了用场 在热畏纪里面呢 亚狼就把上主抽到的 公山羊 先做赎罪祭 至于那位 阿尔泽尔抽到的公山羊 硬让他活着 立在上主面前 又他行赎罪礼 放入旷野 归于阿扎泽尔 也就是那里的那一个魔鬼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来 呃 呃 呆罪羔羊 不应该是羔羊 其实应该是一只上羊 不是吗 所以也就是为此呢 教会呢 都完全对这个诠释 不知所措 所以圣经学家 还有圣经的会父们 每一次呢 当一到了这样子的 那个亲警队 都会说 其实戴罪羔羊 就是指责一月节的羔羊 或者是赎罪界的那个三羊 可是呢 我这个老者呢 可以跟你们说 可能以上皆是吧 可是呢 除了这个天主羔羊的解释以外 你们觉得还有别的意义吗 哦 这个就比较难了 但是其实是还有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 最重要的那个权色 他其实呢 也象征使徒生活的开始 哦 为什么呢 你们听起来会不会有点扯 对吗 不过这个是十分真实的 当洛汉席子说 天主的羔羊 他的门徒做了什么 转过去去跟随耶稣了 对吗 他的门徒就直接跟随了 耶稣 而他们见到耶稣 第一句话就说了什么 记得吗 哇 眨好多眼睛 他们说 拉比 也就是师父 或者是老师的意思 你住在哪里 这呢 其实就是我们东方文化 师徒交流的经典台词了 你们这些看武侠小说的 这些看武侠片的 或者是曾经学过武术的 钢琴的 画画的 其他才艺的 都应该知道这一点吧 当你去拜师学艺的那时候 是你去找老师呢 还是老师来找你 嗯 老师来找你 很少会发现到 老师来找你的事情 对吗 当老师来找你的那时候呢 其实是有两个 其实是有三种原因的 一呢 就是你的功课 实在是太差了 他来找你 为你补一补 那是一点 第二点呢 可能他在你的身上 看到你 其实是有一点天分的 他就做你的伯乐 在提拔你 第三点呢 会比较有可能的 也就是说呢 他是一个很不出名的老师 他正在拉客 尽量拉你 做他的门徒 所以呢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很多有名的师父 对吗 他们都不会出去外面 找徒弟的 是徒弟 自己来找他 或者是透过徒弟的话语 其他的徒弟过来找他 耶稣的状态也就是这样子 他就很像黄飞鸿 或者是约翁那样子 对吗 并没有释出拉客 是门徒们自己上门来找他的 而门徒们过后又做了什么 他们过后呢 就在他那里住了下来 更深层地认识他 了解他 过后呢 还特地把耶稣呢 介绍给其他的人 而在当中呢 安德热自己呢 就把耶稣介绍了给他的弟弟 西满沃多路 所以 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下次当你们看到这篇圣经故事的时候 或者是当你们念光荣经啊 光荣诵 还有高养诵的时候 你们要记得 当你们念天主高养的那时候 你们要问你们自己 你们是不是天主和高养的门徒 你们是不是应该要向其他的门徒们跟他说 你住在哪里 我们要在你那里住下来 陪伴着你 如果你们还没有这样子的预示的话 我希望你们呢 可以有这样子的那个预示 在今年新年的这一天里面 像马尔谷福音里面 还有圣若望福音里面 的所有的每一个门徒 都能把这天主高养 当成你们的导师 好好跟他学习 并向他人宣报他的喜讯 So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Just now I asked a controversial question that most of the people totally forget what they read last year in last year's gospel They totally forget who's the evangelist is So the evangelist was Matthew himself And this year we are going to cover two evangelists John And the other is Mark OK Now because Mark is one of the shortest gospel that you can find in the Bible We need to beef it up a bit in order to fill out the whole year So which is why John comes in to become his partner All right And today's case It's one of the odd case We decided to choose the gospel reading from John rather than Mark Even though Mark show us the same story too as well The reason why we decided to choose John is because of many reasons It's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We have to start to learn to be disciples ourselves And John's gospel actually show us how to be good disciples That is A disciples who really seek the master who really follow the master And who also spread the good news of the master to other people around us So which is wh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gospel story It begins with this phrase from John the Baptist He said Look The Lamb of God By looking to this Lamb of God We know from From the Old Testament itself There are many Many imageries Of the Lamb But none of them Refers to the Lamb of God Itself Because the Paschal Lamb Is supposed to be A remembrance of the Passover That God has saved them In that particular manner The truly Lamb of God Or the God of God The Geo 80 of God Is actually the one That's supposed to redeem The people of Israel From their sins So because of that Church fathers In the past Up until scripture scholars There's difficulty Trying to identify What is this Lamb of God Ready means So John's gospel Give us an indication This Lamb of God Is not only the one Who redeems us From sin That is going to come Afterwards In the other few chapters But He is also Our master And teacher So which is why When John The Baptist says This is the Lamb of God Immediately His two disciples Followed Jesus Himself And after that What they do They stay back Which in Greek Mene Is a very important Word That you can find In John's gospel To remain And to stay In the spiritual sense And after that What they do Among them Andrew himself Go and find His brother Peter Okay Simon Peter In order to Make him know That the Messiah That they are looking For for ages Is finally here So this tells us What we need to do As Christians Ourself To be his true Followers We need to also Be like the disciples To recognize The Lamb of God Not only In scriptures But also in mass When we sing The Lamb of God That time May we ask ourselves This question Are we truly The followers Of the Lamb Are we truly The good disciples That also spread His good news To others So that We too Can share This good news To others And all those People around us Amen Do you I can share And all those I can share The Lord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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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